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就要來和你們分享我的第一個復古的香奈兒包包 那就在我手上這邊 然後你們可以看得到 它背包覆著一個很古老的仿塵袋 那這一個的話就是香奈兒在1990年代所覆的仿塵袋 是不是非常的有年代感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上面都已經就是有舊舊的 就是被人家使用過的感覺 那如果有follow我instagram的朋友的話 就會知道我裡面裝的是什麼 那還不知道的朋友們 我現在就介紹給你們看 好 我要拿出來囉 就是這一顆香奈兒Classic Tomless Black Bag 是不是超美你看 它的光澤感超好 我的天啊 我的寶貝 真的太美太美了 再給你們欣賞一下 然後我觀望這個包觀望超級久的 就是前陣子一直下不了手 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就一直被燒到 然後我就想說好 反正 現在不買它還是會一直漲價一直漲價 反正香奈兒包就是這樣 就連復古款的款式也是一直漲 所以呢 就是如果真的很想買這款包的話 我就覺得你們可以就是 早點下手比較好 因為它會一直漲價一直漲價 這個包我大概是2200欧入手的 然後網路上你去比的話 其實它的價錢就是大概在 1900到3000之間就是差還蠻多的 就是你要看它的保存的狀態 新舊程度會有價錢的落差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這顆買的還蠻值得的 因為它這個是中號的款式 而且它的保存超級好的 都沒有什麼刮傷 然後這裡邊邊角角 也沒有磨損的狀態 就是保存的非常好 就是還蠻感謝前組人的 然後這邊是後面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考慮是要小的尺寸 還是中號的尺寸 那小號的尺寸是23.5乘以14.5乘以6.5公分 就是其實它們兩個沒有差太多 就只差一點點而已 那我就覺得2.5聽起來又更好聽一點 那我也比較想要大一點的包包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Chanel Mini Rectangular 對 那我就想說一次就買大一點的好了 不要再介於那個中間紙 直接買Midium的尺寸 那我覺得Midium其實也超級適合 我們這種個子較小的女生 那背起來的話就是比較像是日常的包 比較不會像是那種 然後宴會包啊或者是小包包 給你們比較一下 我這個是Midium的尺寸 然後這個是Mini Rectangular 這個就是復古款 那這個就是現代款 那這是羊皮的 這是牛皮的 你們比較一下 牛皮的話就很膨 就很有空氣感 那以前復古款的空氣感就沒有那麼重 我對這一款的復古款情有獨鍾 因為我覺得復古它就是很有一個味道 然後它是沒有像現在的款式 那比較膨一點 它這個就是扁扁的 可能經過時代的歷練 所以它裡面的空氣可能就跑走了 就是因為它這樣子扁扁的 所以我就特別喜歡 就超好看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復古款 它們索扣還有鏈條的部分都是24K金 所以我覺得更有那個價值在 給你們近看一下這款包的細節 它這個是羊皮的表面 你可以看得到它這個奶油的質感 非常的漂亮 還有光澤度也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金屬扣的部分是24K金 那這裡鏈條的部分也是 金屬的部分也都是24K金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打開的部分 它這個是雙 雙蓋包 然後這邊的部分是據說 香奈兒女士放情書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 夾層非常的小 看 就放不了那種大情書 可能拿到小小的紙條之類的 那這邊的部分還有一個夾層 可以放一些東西 然後這裡打開的話 還有一個翻蓋 打開裡面是這樣子 就是容量還蠻大的 我的是 Medium的尺寸 那這邊有兩個小口袋 然後這邊的話是可以放口紅的地方 就是香奈兒女士據說是 一定要擦口紅才會出門 每個香奈兒的包包都有它 獨立的serial number 如果你們要找的話 它是在這個位置 那這邊也有一個夾層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包非常的實用 因為它的夾層很多 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都幫你做好了 然後我買的時候呢 我買這個包的時候 賣家有附給我這個保證卡 還有這個保養說明小冊子 還有它有附這個防塵袋 然後你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防塵袋 還有這個說明冊和保證卡 都已經有年代感了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 它這個 訂書記的部分都已經生鏽了 非常的苦 然後以前的保證卡是這樣子 那它這裡有教你要怎麼保養它們的包包 那以前的防塵袋也就是非常簡單 就一個香奈兒的Logo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我把這個數字藏起來 是因為有些就是 那些作假貨人會 複製這個數字去做他們的包包 所以我把它特起來 然後呢我這個是5開頭 那你可以根據它這個Zero number 去推測這個包包的年齡 那我這個包包的數字是5開頭 大概是1997年到1990年生產的 所以它其實有大概20到22歲 這個年紀了 非常有味道的一款包 然後它的視角都照顧得非常好 所以你們買二手包的話 其實就也要去看它整個包框 然後再去做一個購買的選擇 因為有些二手的包 其實它的皮都已經刮得很慘 然後包包的形狀也變了 所以你們就是還是要看一下 還有這邊給你們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它這裡是有做一個小袋子 這是夏娜女士放tips的地方 這款包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其實夏娜女士一開始 出2.55包的時候 其實它是沒有這個夏娜雙C的扣環 這個雙C扣是卡爾拉格爾肥在1980年代所設計的 就是讓女生為之瘋狂的一個標誌 像這個皮質肩帶也是後來卡爾加進去的 就會讓我們背起來更方便 就是比較不會痛 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21號 然後卡爾在19號去世 我整個超級震驚的 就感覺它會一直活下去 然後繼續設計很美麗的包款給女性 我所有包包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香奈兒的包包 尤其是這款流浪後背包 我超級超級喜歡這一個包的 旅行都要抉擇到底要帶哪一個包款 但是覺得到最後我最後一定是會帶這一個包包跟著我去旅行 因為它真的很美很美很美 這一款的話也是我觀望超級久的 然後就是前陣子就是終於入手 結果入手才沒多久 就聽到它過世的消息 我就覺得我要更珍惜我的這些小香包包 因為你就會覺得就是這些小香包 是在我們這一代非常受歡迎 讓女生為之瘋狂的包款 然後設計它的人就這樣去世了 你就會覺得無限的感慨 然後香奈兒也是我這一兩年才接觸的奢侈品牌 一開始我也對香奈兒其實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後來就是真的買了之後 然後用了之後 會讓人家越來越喜歡 然後就回不了頭了 你就會一直喜歡下去 那它過世之後你就會覺得 要更珍惜你手上有的 香奈兒包包 衣服或鞋子 對 當然我沒有衣服 衣服太貴了 回到正題 那我剛剛說 我買的是中號的尺寸 其實它的空間是還蠻大 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那我現在來看你們分享 它可以裝多少東西 這一個小包 我大概都是裝一些護照之類的東西 放進去 然後鑰匙包 沒有零錢的零錢包 再來是護手霜 護唇膏 卡夾 給你們看一下 小箱 也可以放在這個 隔層裡面 口紅 紅的話我們就來放那個 香奈兒女士設計的那一個 地方 可是我覺得很突兀耶 它這樣突出來 好就是這樣子 差不多 還可以放一些衛生紙 其他哩哩扣口耳機的東西 但我現在身邊沒有那麼多東西 我就不放了 然後其實你前面還可以放一些收據 好 然後我把它扣起來 就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包還有一個 還蠻安全的地方就是 它裡面還有一個扣子就是 你扣起來的話 東西比較不會掉出來 就算你打開 第一個 翻蓋的話 這款包我覺得 其實你不要蓋起來 會有 不經意的美感 就背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 超級美 所以看你是要扣起來或者是 打開來都有不同的美感 那我現在來試背給你們看一下 它在我身上的長度大概是多少 和你們分享一下價格的部分 我這個包大概是2200欧入手的 那如果你上網查的話 它這個包的價格大概是 大概是介於 1800欧到 3000欧 就是幅度還蠻大的 是依照它這個包的狀態 還有有沒有付寡證卡或仿真帶去 取決於它的定價 就是要看賣家是怎麼給它定價的 那像有些比較便宜的包款的話 它其實包包本身的狀態不是很好 就可能有些地方會 刮到或者是視角都會有磨損 或者是整個包包的形狀都會有點變掉了 所以就是看你們自己個人的預算 還有對包包狀態的接受度去選購 其實我覺得買附股款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新款在店裡的價格 就是我上網查了一下 同樣是Medium 然後同樣的包款 它現在是在歐洲賣4800欧 就整個是整整兩倍的價錢 而且它還會在漲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 就是看個人 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歡 這一款的復古款 我覺得更有味道 看自己個人的喜好 然後我覺得它的價錢也會比新的可愛非常的多 然後有一些人會問我說我是在哪裡買的 我是在Designer Vintage的一個網站購買的 不過在歐美的朋友們 我會建議你們在比較可靠的二手購買網購入 像 RealReal或者是Vestile 或者是 Designer Vintage Designer Vintage它是比較便宜 因為它那個網站它是沒有抽佣金的 所以就是買家和賣家直接去做溝通 我看了很多網頁還有YouTube就是怎麼方 香奈兒的真偉 攝取很多關於香奈兒的知識 就是會對你自己 也會比較有保障 就是你至少會有比較基本的知識去辨認它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如果你購買二手包包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跟賣家要越多照片越好 就是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節都跟它一樣 畢竟這款包不便宜 所以我覺得你跟他們要照片是很理所當然的 所以你也不用怕不好意思 像RealReal或Vestile 還有很多歐美的那些二手購買網 他們會有他們自己的鑑定團隊 就譬如說你要購買這個包的時候 會經過他們的團隊去鑑定這個包的真假 才會運送到你手上 算是比較多一層保障吧 還有我覺得賣家的信誉非常重要 你可以查一下賣家的信誉 就是他過去賣包的歷史 是不是狀態是好的 這也是一個納入的考量 我會在下面分享一些二手包包的連結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還是很怕的話 那你就可以到二手的精品實體店面去做購買 像日本的話他們就很有名 就是很多賣二手的香奈兒實體店面 很多人都會去那邊挖寶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方法 只是你要飛過去日本就對了 像你上網買的話 日本賣家其實都還蠻可靠 反正他們的二手市場已經建立的很有一套製作了 所以其實和日本賣家買也是會比較有保障的 那我們今天的包包分享就在這裡結束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 還有分享你喜不喜歡我購入的這款包 然後你比較喜歡現代的還是復古款 對或者是一些其他享受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